在希腊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虔诚的修女和教派领袖,但没有人像玛利亚姆·苏拉基奥地斯这样将虔诚和邪恶融为一体。 表面上,她是一个信仰虔诚、敬爱主教的修女,但背地里,她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罪恶之徒。 在她修女光环的背后,隐藏着令人震惊的秘密和邪恶,当她的真面目被揭开时,整个希腊都为之震惊。 玛利纳·苏拉基奥地斯于1883年出生在希腊的一个小城市凯拉泰亚。 她位于雅典以东约42公里处,属于阿提卡大区,距离希腊首都雅典约40分钟的车程。 城市周围环境宜人,毗邻爱琴海,拥有美丽的海滩和自然风景。 玛利纳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她每天都会帮助家人打理农场的工作。 尽管出身卑微,玛利纳却怀揣着宏伟的抱负,幻想着纵横财富与权势的生活。 当她稍微年长一点,便开始在一家工厂工作,为家人补贴家用。 对于年纪轻轻,也没有什么特殊技能的她来说,这份工作并不会让她的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提高。 然而,她没有放弃成为一名令人敬畏的人物的决心。 在她23岁时,玛利纳被介绍给了东正教基督教的马修卡帕塔基斯神父。 当时,东正教基督教是希腊流行的主要宗教,几乎占据了该国绝大多数居民的信仰。 然而,1920年,在东正教会接受新立法隔离高历历后,一些传统保守派的教徒并不接受这一变革,认为保持旧立法如略历才是正统的。 这一分歧导致了东正教会内部的分裂。 旧立法教会的支持者,即旧立派,坚持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正统基督徒,而主流东正教教会则被他们称为新立派。 主要分歧点在于庆祝复活节的日期。 旧立派使用儒略历计算复活节日期,而新立派则使用格里高历历。 而马修神父是旧立法教会的支持者,他开始谴责新立派的教义。 随后,他打破了正统观念,打算建造一座修道院,为他的追随者提供礼拜场所。 此时,玛丽娜放弃了东正教,跟随马修神父创建了马太教, 并且正式改名为玛丽亚姆·苏拉基·奥地斯。 随着马太教的稳步发展,玛丽亚姆慢慢成为了玛修神父的亲信。 在玛修神父计划修建自己的修道院时,玛丽亚姆帮助他获取了大量土地。 1925年4月,他首先获得了七英亩土地,同年又获得了两块。 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获得这些资产的。 1927年,新的修道院修建成功,它位于凯拉泰亚镇和卡基·塔拉萨镇之间,取名为这个。 Tanadia是希腊语中对圣母玛丽亚的称呼,意为全体圣洁的女性或全圣女。 Peth Covarno意为松树山,而Jetrasa指的是治疗者或医生。 所以,该修道院被称为松树山圣母修道院。 丛林开始建造一所新的修道院,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创始修女中也没有出身富裕的人,那他们到底是如何收集财富,创建新的修道院呢? 新的修道院修建在海拔较高的松树山上,这里拥有美丽的自然景观。 此时,马修神父已经66岁,他开始把日常事物交给玛利亚姆达里。 由于马修神父是一个坚定的旧立派教徒,在希腊当时的政治和宗教氛围下,与主流教会发生分歧的他,面临了监禁。 当他回来时,进行了为期40天的属灵旅程。 这种旅程通常是一个持续的,深层次的探索, 只在与自己的内在世界和更高层次的存在建立联系,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目标。 他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佩戴上金属链条的腰带,开始进食,希望可以离上帝更近一些。 马修神父不在修道院的这段时间,他把所有事物交给玛利亚姆管理。 而此时,希腊人民面临着严重的肺结核传染问题。 由于当时没有治疗肺结核的有效方法, 很多人都束手无策。 1938年,搜树山修道院对外宣称,可以免费治疗肺结核病患。 于是,人们纷纷来到修道院,希望在这里得到有效的治疗。 虽然这里没有专门的医疗设施, 但人们还是兴致勃勃地加入了这个新教派。 他们怀抱着对治疗的期望,渴望摆脱病痛的困扰。 然而,他们却陷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玛利亚姆会将多个患者安置在同一个房间, 并且不让医生进行探访。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马修神父的身体开始一天不如一天。 某一天,心力派教主赫里索斯托莫斯前来探望, 希望化解教派之间的分歧, 结束立法教派的分裂。 当赫里索斯托莫斯试图对马修神父说些什么时, 玛利亚姆带着所有修女闯入了房间,叫她离开。 1939年,马修神父的健康状况更加糟糕, 现在她必须依赖玛利亚姆做出重要决定。 玛利亚姆开始正式掌管修道院。 她披着希腊式斗篷头巾, 一块黑纱遮住了她的额头和眉毛。 这种服饰只有高级东正教修女才会穿戴。 正式成为修道院院长后, 玛利亚姆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狡诈手段四处收敛钱财。 她以宗教信仰为幌子, 欺骗无数信徒, 吸引他们前来捐助修道院。 然而在背后, 却暗藏着贪婪的欲望。 逐渐, 她的财富欲望变得无法满足, 她对权力的渴求驱使着她走向黑暗的杀戮之路。 玛利亚姆利用她在修道院的地位和前程外表, 采取了多种狡猾手段来实施欺骗行为。 在她的领导下, 修道院的使命集中在获取资金上, 新成员必须放弃他们拥有的任何金钱或财产, 遵守教会的贫困誓言。 玛利亚姆精明地瞄准了富裕家庭, 因为他们的庄园可以提供丰厚的收入, 这样就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修道院的经济。 许多加入修道院的人并不是因为自己是宗教信徒, 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寻求医疗救助。 她曾大肆宣传修道院的高海拔是理想的康复地点, 她向人们保证自己有办法可以治疗他们。 如果他们不同意, 玛利亚姆便把他们困在地下室, 折磨他们直到屈服于她。 她会用令人发指的手段来勒索新成员的经济财产, 例如剥夺睡眠和食物,进行体罚等。 巴卡夫妇是旧立法教会的虔诚追随者, 他们对马修神父非常敬佩。 巴卡夫人对教堂的神学爱好使她经常向玛利亚姆学习。 然而,这个看似虔诚的院长却对她做出了可怕的行径。 玛利亚姆说服巴卡夫人加入修道院, 并让她自愿交出所有财产。 当巴卡夫人意识到修道院条件恶劣时, 她告诉修女们她想带着孩子们离开。 玛利亚姆不愿放弃巴卡夫妇拥有的巨额财富, 将巴卡夫人锁在曾有肺结和患者死去的牢房里。 她哭泣着求救,但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每天只能吃几口食物充饥。 在被监禁了六个月后, 巴卡夫人陷入了昏迷,不久就去世了。 巴卡先生也被孤立了起来, 最后因为生病而痛苦地死去。 想象一下, 人们怀着虔诚之心前往修道院, 期望从属灵旅程中获得启示和滋养, 最后却只剩一具躯壳。 不幸的是, 巴纳约托普洛夫妇也没有逃过一劫。 玛利亚姆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加入, 他们所有的罪行将被赦免。 正当他们考虑时, 玛利亚姆将他们扣为人质, 并让他们挨饿, 直到他们把财产过户到自己的名下。 玛利亚姆非常聪明, 他不是那种容易留下漏洞的人, 最后他决定, 让巴纳约托普洛夫妇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在二十世纪初, 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几乎就是一份死刑判决, 医生只能减轻患者的痛苦, 无法治愈疾病。 当米查拉库女士被告知患有肺结核时, 他接受了这个结果。 但听说松树山修道院可以免费提供治疗时, 他又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当他到达修道院时, 他期望能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治疗。 然而, 当修女们把他带到一个牢房并将他留在那里时,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他没有得到任何药物治疗, 只被喂了少量食物。 不久, 米查拉库女士变得越来越虚弱, 最后, 孤独地在牢房中死去。 在神圣的修道院中, 并不是每个人都对玛利亚姆的行为予以认可, 还是有善良的修女, 她们坚守着虔诚与善良的本性。 西奥多特修女看到玛利亚姆的恶劣行为, 勇敢地站出来反抗。 但玛利亚姆却指责他行为不端, 并命令其他修女对他进行鞭打惩罚。 其余的修女不敢反抗, 只能遵从命令。 西奥多特修女被打到内出血, 当场失去了生命。 虽然试图对抗玛利亚姆的修女, 不幸地遭受了凄惨的结局。 但并非所有的修女都胆怯无力, 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在这个黑暗的修道院中, 有着一些坚定不移的灵魂, 敢于挺身而出, 面对邪恶毫不畏惧。 而玛利亚修女就是其中一员, 她对玛利亚姆的行为表达了严重的不满。 毫无疑问的, 玛利亚修女遭到了无情的毒打。 当她到达医院时, 已经伤痕累累, 无法辨认出她的相貌。 她的很多器官严重受损。 虽然医生尽了全力, 但还是无法救回善良的玛利亚修女。 在神圣的修道院里, 玛利亚姆毫不留情地剥夺了无辜信徒的生命和财产, 使他们陷入绝望和痛苦的深渊。 在她的统治下, 修道院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地方, 充斥着死亡和煎熬。 而玛利亚姆本人也成为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凶手, 心中只剩下贪婪和残忍。 由于松树山修道院远离市区, 位于海拔较高的地区, 所以她的罪行不容易被人发现。 玛利亚姆派遣修道院的修女到世界各地寻找富有的老妇人, 寡妇和有钱家庭加入, 但好运也没有一直眷顾着她。 一天, 警方收到了匿名举报。 举报人告诉警方, 自己年迈的母亲将所有财产都捐给了松树山修道院。 她却信, 母亲不会在自愿的情况下做出捐赠。 然而, 这一指控并不足以逮捕玛利亚姆, 警方开始对她进行调查。 他们发现, 这位院长涉及非法进口橄榄油和其他香料。 然而, 非法进口的指控并不足以逮捕像玛利亚姆这样备受瞩目的人物。 过了一段时间, 一位名叫尤金尼亚的女士站出来称自己曾被修道院院长囚禁, 直到她被迫交出价值118万德拉克马的财产, 相当于当时8万美元。 1949年, 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克里斯托向希腊警方求助, 说她的女儿西美拉在希腊失踪了。 她告诉警方, 一位叫玛利亚姆的修女曾到美国收集捐赠给修道院的财产, 她被说服捐赠了1万美元。 随后, 警方追查到西美拉曾到过松树山修道院, 于是继续对玛利亚姆进行调查。 他们发现修道院实行苦行主义, 不允许任何医生治疗肺结核病患, 有近150人在修道院因为没有得到治疗而死亡。 还有多名证人表示玛利亚姆会诱骗无辜的人来到她的修道院, 然后将他们囚禁在地下室, 逼迫他们将财产过户到自己名下。 经调查, 玛利亚姆名下有近300处住宅和农场。 1950年12月4日傍晚, 当玛利亚姆正在熟睡时, 超过85名警察在一名副检察官, 一名法官和一名验尸官的陪同下, 首次突击搜查了修道院。 整个搜查行动持续了一整晚, 他们就出了36名儿童。 警方还在地下室里就出了多名, 被捆绑着的衣冠不整并且营养不良的老妇人。 由于玛利亚姆的身份比较特殊, 并且对于修道主义大多都是自愿性质的, 所以检察官不确定是否能以诈骗和挪用资金将他定罪。 他们首先以走私非法感染油和非法进口轮胎的罪名 开始对他进行审判。 但随着更多证据和证人证词的曝光, 玛利亚姆的起诉书被多次修改。 此时, 由于希腊的旧立派和新立派 无法调节彼此之间的分歧, 希腊所有旧立法教派都于1951年1月被取缔。 这样, 玛利亚姆便再也不能以宗教为借口来掩饰他的暴行。 接下来的一个月, 检察官进一步起诉玛利亚姆以及其他13人, 包括杀人、欺诈、伪造遗嘱、勒索和酷刑, 其中玛利亚姆受到了最严厉的起诉。 审判中, 玛利亚姆继续将自己描绘成一位虔诚的修女, 带着一幅已故马修神父的圣像。 他否认了所有的指控, 称他们都是虚构的。 当听到控诉他的指控时, 他会拿起十字架祈求圣马太的复仇。 辩护律师说, 来到修道院的人都会立下财产试约, 他们自愿将所有财产交给修道院。 他声称转移到玛利亚姆个人名下, 是因为修道院没有法人账户。 玛利亚姆被指控犯有27起谋杀案和150起过失杀人。 由于此案的严重性, 导致了三次单独的审判。 第一次审判在1951年到1952年间进行, 他被判处26个月监禁。 玛利亚姆的判决震惊了全希腊的马太教徒。 在他管理的巅峰时期, 修道院里有400多名追随者。 根据希腊国家记录显示, 有近500人将所有财产赠给了松树山修道院。 他的追随者举行了一场集会, 要将他们的领袖从法律体系的控制中解救出来。 他们要求释放玛利亚姆, 让他回到原来的位置。 第二次审判延续到1953年, 他被判处10年监禁。 最后一次审判在1954年, 他被判处连续4年监禁。 玛利亚姆被关押在雅典亚历山大大街的阿维罗夫监狱, 他像他的受害者一样孤独地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 他的总刑期为14年, 但在监狱待了不到一年就生定了。 于1954年11月23日离世, 享年71岁。 他的遗体被埋葬在修道院的草地上, 靠近前任教主马修神父。 虽然他的教派已被取缔, 但在他死后, 仍有人继续转入地下进行活动。 1961年, 不知道谁接替了玛利亚姆, 称男性神职人员对玛利亚姆的成功极度不已。 当被问及修道院中数百人的死亡时, 马太教徒解释说, 加入教会的人已经很老了, 他们的死是上帝的意愿, 而不是玛利亚姆的疏忽。 目前, 松树山修道院仍然开放, 并且仍然有人相信玛利亚姆是无辜的, 并将他尊为圣人。 旧立法在现代希腊不再是非法教派, 因为标准已提高到希腊民政当局可接受的水平。 并且作为欧盟成员国, 希腊公民享有宗教自由。 玛利亚姆的罪行引发了众多希腊作家的兴趣, 他们开始深入探索他的生活和背景。 尼娜·库勒塔基在2019年出版的《女性连环杀手》 和《大规模谋杀犯》一书中提到了这位修女的罪行、 动机以及报复性本质。 归根结底, 玛利亚姆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 那些相信玛利亚姆的人永远不会将她视为杀人犯。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所说, 贪婪是一个无底洞, 使人不断努力满足需求, 但永远无法达到满足。 玛利亚姆毫不手软地摄取他人财富, 将折磨施至于他人, 而这一切是由她那激进的信仰所推动, 将她引向了一个无法辨别是非的狂热极限。 她甚至用黑色的修女衣裳将自身掩盖, 仿佛黑色是她内心的写照。 这个故事深刻地告诉我们, 不应凭外貌来判断一个人, 即使那外貌是一件修女的衣裳。 对于今天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忙点个赞或者点击订阅按钮。 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照顾好自己,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